爱尔兰画家培根爵士曾写道 全能上主首先栽种庭园 确实是人类最纯净的乐趣 汤马斯·杰伯逊也宣称 土地耕耘者是最可配的公民 是最有活力 最独立 最正常的公民 最正常的公民 有战场是搜捕猎手的领域 有连环杀手 有空中战斗 有独意 也有死亡 想要寻找和平与安宁 千万别靠近野蛮的庭园 可以和我黑了这么快对善키 wit死门每日ơi都是把对起来别的 有庹珍 亭源是自然界的小缩影 仿佛有你发号施令 切割平整的草地 水面清澈的睡帘池 正气的菜汐 福尔泰曾下笔转述 还是马沙史都华 亭源需要我们勤奋耕耘 不管是谁都说错了 修剪 种植 铲除野草 这些都无关紧要 因为亭源根本无法掌控 干脆撒手 不要考虑你对亭源有何贡献 只考虑亭源对你有何贡献 因为我们只要找到窍门 后院能大大扩展心智 首先要先找到秤手工具 有名的园艺家曾说 我喜爱观察 因为一旦忙于整治园谱 则将一无所见 错过家园近旁 兴起精彩的荒野好戏 我可不是指购物中心呢 你也许并不知道 通常我不是睿智型的 但面对着赤裸裸的庭园 我被迫打开眼界 眼前并非全都赏心悦目 却都迷人而有趣 让我告诉你来龙去脉 大概在一年前 我自认观察入围 一切皆严格控管 我还以为是我在做主 结果菜脯自有生长古调 总是慢半拍 比我的食欲晚一个月 番茄成熟前我每天骄傲的是茶 自以为是杰出指挥大师 蔬菜是我的管弦乐团 我们合力调理西班牙凉菜汤 我心中从未想到 宝贝番茄里有擅自闯入者 四处砍沙 是渠精 这恶极贪吃的小东西 每天要吃与它体重相同的食粮 就它的尺寸而言 它称得上世界最凶猛的烈士动物 一年前我根本无视它的存在 我是心智萌昧 只顾垂涎品味 心情培育的番茄 不是我爱夸口 我原以为我很能干 小心擦拭着 其实当时这小东西 它大概只有湿茶袋那么重 正忙进忙出 我原以为我会有很多 我原以为是有些人 在这里 我原以为是有些人 不管你喜欢与否,渠经是庭园最常见哺乳类。 它们最爱到处挖掘,吞吃蠕虫、甲虫、蜘蛛、蜗牛。 它们素叶匪蟹,烈食一小时睡一小时。 这种工作时长我倒能接受。 渠经生活步调极快,只要错过一餐就会饿死。 它乘风陷阵,专走快车道。 压力大时,心跳每分钟高达1300次。 跟我上次查账的时候差不多。 我可以打包票,香水厂商绝不会受取经启发。 它肚皮上的腺体发出类似舌香的气味, 只有为那极强的烈食者才会吃它。 树带蛇就肩负起这艰巨任务。 它是后院了不起的猎手之一, 水鹿两栖高手。 先用舌头探查空中气味, 侦测到微弱的渠经气息。 然后树带蛇追踪,尾随进逼。 随身武器是钢甲似的双鳄。 战斗将起, 但渠经也非临终若兵。 谁输谁赢难预捕。 树带蛇没有毒异, 对手可有。 短尾渠经是北美洲唯一有毒吻的哺乳类, 但对密勒古马而言却不是。 这次短冰相接, 先咬着营。 渠经朝蛇紧救之一口。 营经蛇般的不易迅速制服树带蛇。 蛇的肌热松垮, 呼吸减缓。 不久全身就会瘫痪。 直怪渠经实在太饿了。 树带蛇被院中无人能寻的生物打败。 看我的庭园成了什么场所了。 我只不过走过市郊, 谁知竟然一脚踏入赛连极地。 每个细凤嘎喇都藏着恐怖。 这只甲虫在地下只付三年, 终于出土。 它是橡石橡鼻种。 体型只有米粒大小的颠覆恶魔。 我觉得它一生的目标就是肯视我的橡树。 只等双翼干硬,就进行处女出航。 对准我的橡树果实展开攻击。 一年前我对这些也茫然无知, 我另有重要任务, 须防除菊下垂。 现在我可知道, 我对小小的花圃根本无能为力。 一只取搜正在我下方产卵。 这惹人生艳的昆虫似乎全无魅力。 但可别小看它, 此取搜仔细清理每颗卵, 免受致命菌类伤害。 否则一窝虫卵全成了真菌坠肉。 取搜喜爱栖息在温暖的暗处, 至于爱躲在人耳后的习性, 希望只是个老掉牙的流言。 但可怕的威胁正逐步逼近。 取搜潮就要盖满粘液。 关切的母亲爱莫能住。 一只饥饿的东发现锅牛。 下一餐上的是食用蝸牛。 细心地踢去蝸牛外壳。 再在岩石上击打, 使肉柔嫩可口。 以下的画面儿童不已。 你要是受不了火热刺激, 就趁早滚出庭园。 说到热, 我来介绍一下火矣。 这些南美入侵者, 大批集体行动。 作业效率极高。 二十五万只蚂蚁同属一个大家子物, 一天只需两餐。 这是开胃菜。 接着吃煮菜。 蚂蚁发动攻击。 蜻蜓尸腿。 增原部队迅速抵达。 蜻蜓垂死挣扎。 但大事已去。 蜻蜓反复被遮上腐蚀独翼。 受千差万次而死。 我还以为狗仔队已经够狠了。 蚂蚁将猎货物片片肢解, 真像格列佛游记的场景。 更像水库狗。 蚂蚁们是正反通吃。 最后斩首断头, 结束修入。 有人说火已带来世界末日, 对蜻蜓算是一语成衬。 我以为庭园属于我, 其实是由各种生物占领。 我的后院是军队对垒的战场。 每只蜻蜓自有掌管范畴。 蜻蜓是自然界脾气最暴躁的生物之一, 绝不与他人分享。 小蜻蜓的邻居正安眠, 睡在以气味分割领域的边界上。 虚蜓嗅觉虽敏锐, 势力却极差。 彼此经常相撞。 双方都大吃一惊。 战胜一方可霸占对方地盘, 战败一方则融为五餐。 他们的行动快过蜜勒姑妈发牌完二十一点。 是最轻雨量级的激烈栅交赛。 只有在看牌慢慢炫耀, 时间暂停。 然后继续熬战。 没有人知道瘸精是否对自身独一免疫。 但若非免疫, 实在不该这般死咬。 战斗可以持续半小时, 但我的小蜻蜓看准要害, 一口咬下迅速击败对手。 今天地盘照旧不换手, 双方急奔回潮。 过去我自己在庭园中战斗, 我觉得必须守护自己的地盘。 武器体积很庞大, 但我开始担心小东西。 我觉得心神不宁, 却又不能确切指出问题, 算我幸运。 黑寡妇蜂蜂蜘蛛住在工作棚里。 实事求是的磁珠, 体型比熊猪大上三十倍。 熊猪小心翼翼地弹弦接近。 求爱, 避免此诸致命出击。 她的求爱心意若一成人语大概是, 心肝宝贝, 求求你别杀我。 秦氏看好。 她让他用手插入精子, 呃, 我是说用虚枝。 虚枝部分折留在磁珠体内。 她愿意牺牲手足的代价, 换取光辉的欢爱时刻。 现在磁珠开始缠乱。 将两百颗卵包裹在柔软的囊中。 它可不会全压在一囊中, 而是一共织出五个卵囊。 两星期内就有千只小猪进洗我家后院。 黑寡妇大概已经盘踞我的工作棚, 我倒更担心工作棚外, 准备打一场化学硬仗。 我刚说过, 我根本不知道敌人就在军械库里。 外面情况已经够糟了。 树干被损干, 叶片被撕碎, 花瓣也到处穿透。 身为男人, 怎么忍得下这口气? 不能怪我, 为爱痛下杀手。 胜利的芬芳。 其实我根本没赢, 杀虫记早已过期, 有如秀兰邓波尔的花拳秀肘。 不过反正我要谋杀的对象, 螳螂也正嚼得津津有味。 照着情势发展下去, 要巡抚野蛮庭园是毫无胜算。 以前我看到什么就叫什么, 只要看得到也叫得出名字。 问题是这些恼人的小生物, 既飞鱼也飞鸟, 就如工作棚里的芒猪。 它们是既眼熟又陌生。 到底算什么玩意儿? 是蜘蛛吗? 不是。 是昆虫吗? 也不是。 照拉丁学名的意思是, 牙虫吸血鬼。 取得好。 牙虫是一等一西筍玫瑰花金好手。 每分钟繁殖多个后代, 至少在我后院就是如此。 牙虫是行无性生殖, 自然界的搜主意之一。 芒猪老爸大军压境。 哦, 是芒猪老妈? 她的腿还真是长啊。 每根都细得像条线, 不分以水利学原理行动。 甚至还用腿听长袖。 让我想起, 算了, 别说了。 现在我可知道要尊敬这种生物了, 它很有规矩。 吃东西要先举嚼, 当然是在口外进行。 再透过弹性吸管吸水之一。 餐后还用牙线清洁。 我自己比较喜欢不上腊, 不合胃的牙线。 芒猪为何腿长? 目的在让丰满的身体高举过猎手之上。 这样若还不足以防卫, 就用腿发出臭味驱散猎手。 不过你听我说, 闻到味道就已经太靠近了。 臭腿中也有内健的侧阵营。 要是敌人接近, 就弃腿落跑。 虎甲就是杀戮机器, 牙医矫正时的噩梦。 甲虫攻击。 紧抓住长腿。 展开一场拔河赛。 但猪腿迅速盘落, 特殊肌肉凝合残肢。 呆瓜虎甲抓住战利品不放。 芒猪则一瘸一拐地离去。 至少捡回一条命, 腿还踢着呢。 在一团混乱中, 庭园依旧艳丽动人。 只是爬腾无法指挥训练。 花朵盛开, 密封即来。 密封为花朵处理姓氏, 换取滴滴穹将。 公封的寿命是以距离, 而不是以日数来衡量。 刚好与我们的飞航实术训练计划相左。 它飞行五百里后就命中。 我也算拍过几部风电影, 自认对它们颇有一手, 到头来还是认清庭园中 无一处归我管辖。 有一天蜜蜂灯门造访已是静意。 其实这放肆的小虫是在探测领域。 如果您在探测领域, 您在探测领域后就能够过几部风电影。 在探测领域中, 在探测领域中, 我们的海盆域中有了。 如果您的海盆域中有了。 并不在探测领域中, 我们是在探测领域中, 我们是避免地的领域中。 小闯一下就把我挤垮了 如果它都能挑战权威 还会有什么事在我的伊甸园里头发生啊 多的嘞 我只看到冰山的一角 是蜗具 没有任何生物安全 自命不凡的小蜜蜂也一样 它也被多只眼睛盯上了 准确地说一共是八只 八只都属跳猪所有 背后长着眼睛也不赖 虽然只能看见动作 又要看什么东西在动 跳猪必须转头面对猎物 它看见蜜蜂 两只大前眼盯上猎物 它不能像人一样转动双眼 但可以在头部内前后摆动视网膜 好像眼珠不动 然后动脑查看四周 你可别在家里乱事哦 你看 跳猪查看四周 眼珠就忽明忽暗 跳猪是智力最高的蜘蛛 不会蟒撞冲向猎物 它会迂回挺进 是追孽高手 蜜蜂就如砍杀电影的受害者 浑然不觉危险逼近 跳猪运气好 蜜蜂飞得更近 跳猪瞧瞧靠落 进入工具范围 此时蜜蜂正用奇妙舌头 舔食花蜜 长又多毛的蛇 就像我吃多了鳄梨酱隔天早晨的蛇 跳猪必须精准判断密封位置 否则一步错步步错 不仅要被遮 甚至丧失大餐丢了小命 跳猪是一跃而上封背 可怜的蜜蜂啊 本来还有八十粒 寿命可活 大如消防水龙的蚯蚓 白头就从婴儿推车中 绝走右鹰 还有 粗广的长毛像 踩跨超商 可惜 你在本片看不到这种场景 但可看到庭园的冷酷真相 在我眼中 庭园充满鬼祟 任性的生物 都乐得见我焦头烂额 最不堪的是 它们完全不尊重我 我也不尊重它们 一直到我 学会观察 仔细地观察 观察可不简单 有些人瞪着大眼一无所见 有些人是闭着眼 重拨博南闸河韬金 不过 这都是体外话 你也可以睁只眼 闭只眼 不管是睁这只 或是闭那只 这些方法 都是徒劳无功 重点就是要尊重庭园 仔细观察 真希望当初能够早日 懂得这个道理 不过当时这个道理太高深 甚至庭园上空都酝酿着争端 橡石橡鼻虫重返 目标当然是对准橡树 寻觅美食大餐 找到橡树果实 一钻而入 好长的鼻子 钻子比它身体还长 顶端富有细小的浅口 让我想起第一个经纪人 他断食三年 正大淡我的橡树果实 知道门像第二个经纪人 第二代就此终结 我是指橡树 小浅口比印刷据点还小 大概十二点英文字形大小 透过吸管四的长笔 从橡石中吸入油脂液 这是橡鼻虫最丰盛的美食 不过要是上珍妮克雷格节目 就想都不要想 下一步就是在橡石里产卵 还挑筋减肥的选合式橡树 这挑剔的想法也成了 天色将入木 鸟路骑我驰 可别想在此捕鱼哦 有时黑暗面也能展现温柔 除非是只阔鱼 薄木时分是大小生物战歇 和谐共处的时刻 尤其是在我铁腕政策下逃生的少数 螳螂真是自然杰作 这所谓的翼虫是植服专家 一生三分之二时间静止不动 跟第三个经纪人一模一样 但警觉性极高 瞪着两只大土叶 外带三颗宝石叶 每天耗费一小时 上下打理多次的身躯 为什么啊 因为他醒 今晚庭园要让我大失所望 我听见陌生的怪声 是饥饿的蝙蝠 让我心神崩溃 螳螂错不该展翅 蝙蝠是利用声纳补业 先透过鼻端发出高频声 再倾听回音 侧准位置 速度和方向 我后院上演着捍卫战士 汤姆克鲁斯在那里 需要他识篇找不到 螳螂有单位 位于腹部正中 跟蜜勒姑妈一样 正好挑战蝙蝠的波瓶 螳螂听到有蝙蝠 身腿向前 踩油门俯冲 千军一把肩躲过 但只逃得一时 蝙蝠占上风 发出更大声响 螳螂擒击下 直背下地 莫为烈士弱者欢呼啊 螳螂 螳螂再度脱身 好耶 可惜没有解为之神会来相助 到处充斥着死亡与毁灭 我本来是着手建设天堂 却坐在末日善恶大决战的前排座位上观赏 我还以为这是最恐怖的时刻 更惨的还在后头来 在夜里 夕阳西沉后 园中出现最可憎的生物 只需寻着芳草香 就能够找到它们 毫无防备的庭园中 有八百万只渠精 这是其中之一 我的小渠精 不需怀疑是有人蓄意谋杀 渠精狂奔数年 大现一道立即倒地身亡 我心爱的小渠精 似乎死而复生 可惜还是死了 埋葬虫已经出动 死渠精是它们的意外大收获 它可不仅是食物 不过极恶竞争者倒比比皆是 有其他甲虫 蛆和浣熊 野蛮的庭园里 可不讲先来后到的规矩 埋葬虫为了保住战利品 举行类似葬礼的仪式 躺卧在地将取经往前送 拜托 牛羊舞蹈舍千万别流行这动作 台湾服务兽死亡气味刺激 兴奋地云出时间交配 它们难道就不能找个蟑螂汽车旅馆呢 优优独播剧场 埋葬虫拖着渠精走了几尺 才到废弃地洞中 及时躲过今晚特别活跃的区 它们正将死属化成小地毯 埋葬虫在地底家园安顿下来 这可不是家庭园艺的美丽飞业 都像藏仪舍月看的茶叶 埋葬虫历史展开大规模装修计划 称为老渠精计划 将鼠师做成育婴室 实用的育婴室 就像高级藏仪舍的服务 鼠师要先剃毛 然后为了保鲜 埋葬虫以分泌物为死鼠进行防腐处理 我的小取经验他安息 终于被料理妥当 雌虫即将在他遗体附近缠乱 地洞上方 万象轻循徘徊庭园中 先来几个伏地挺身 再喝口凉水 然后出发觅食 比方青草确实更丰盛 蚯蚓钻洞向逃脱浣熊磨整 错误选择 就如达尔文描述蚯蚓的智力 法善可陈 取经的表情严数 将蚯蚓以挤牙膏方式吞吃 我想我还是用小苏打刷牙的好 米勒姑妈从欧洲带回大批物件 干嘛连岩鼠都带来 我绝不原谅他 岩鼠用戴着捕手防护手套的后爪 钻挖地道 碰上障碍可挡不住他 现在他正戳捅我的欧洲萝卜 我恨死了 芳草谱已经够我头疼了 我心目中的后院梦境正土崩瓦解 和我的小渠经相去无几 我努力想忘却残酷的葬礼 谁知一周后却意外造访他的坟地 真是一场巨变 小宝宝 陈诗所变成拖音中心 埋葬虫已孵化 在鼠尸上翻角攀爬 右甲虫像挤成一团的小鸡 甚至还会乞讨食物 母亲马上就来喽 她先吞吃残余的鼠尸 真像米勒姑妈做的肉馅土豆泥饼 然后发出叫声召唤诱饵 接着反除补胃诱饵 供应鲜美多汁的渠经粥 我还以为我的童年够苦了 昆虫类里再也找不到像埋葬虫 这么尽责的父母了 不过这句话没什么意义 要是鼠尸太小养不了枕窝 牧虫乐于吞吃幼虫 甜美的家庭 鼠尸渐消 幼虫渐肠渐肥 其实埋葬虫也算是 直行肉体轮回转世 高高的橡树上 橡石腐化了 母树感受到破坏 历时切断联系 现在我猜想会发生 怪异及奇妙的事 好了 是怪异的事 橡石内老橡鼻虫的幼儿 已经长大 正有理往外吃出家园 总算解脱了 幼虫感受到地面的撞击 那是前进的讯号 但要爬出橡石可非意识 小橡鼻虫几乎是 自己进行剖腹生产术 现在已经切割出桃生口 但可能要花上三天才出得来 洞口只有头部这么大 怎么出洞 幸亏它是架活手风情 以幼虫形象 全是米其林橡皮人 有橡皮虫现在必须躲藏 附近已有饥饿的瘸金现身 幼虫开始掘入地下 一遍进行蜕变 多年后才能重出江湖 继续似乎无意义的生命周期 不过话说回来 我们又是如何度过光阴 徐金决心要找出幼虫 我是说一只幼虫 躲藏 畏缩 劫之 屠杀 我开始觉得庭园 似乎想传达某种讯息 我此刻就像螳螂一样 息耳恭听啊 我心神不稳 大祸不解 即将面对最致命 而无法阻挡的力量 从此我对庭园另眼相看 徐金 此鼠似乎接受雄鼠示爱 它真如传说中的热情吗 哼 我根本不知道耳中所听 即是情歌 其实年轻的鼠队 已进入艰难的作业程序 交配与徐金其他生活 一般繁忙 通常一天交配二十次 但个人获益不同 真是大开眼界 它们看来那么柔弱 我大为惊奇 两只取经两名隐士 竟能化消怨气 我恍然大悟 我一直沉迷于自然的黑暗恶势力 充满残暴于死亡 的确 爱对雄鼠而言可能是累赘 但如今我看到庭园的另一面 它代表爱 生命 与重生 说穿了 大半就是交配 我的庭园 毕竟不会都是善恶大对决的场面 而是创世纪的盛景 奇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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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发现庭园中有个问题 问题就是我 我耗费大量时间控管庭园 一直对眼前事物忙无所见 看下面 磁渠金正在竹巢 看看它的情况如何 哦 一窝小渠金 体型最小 最无助的新生哺乳类之一 要集将近五千只才种一磅 但它们会迅速成长 三周内就会离朝 再过几周就要自寻配偶了 真美啊 别担心 我不会宣传新世纪思潮 只是总觉得小鼠在对我笑 我对庭园生活和有一首 我对庭园的建议是 放弃任何控管的念头 全心欢喜接受 打开眼界 享受美气味 当然了 你得与其他生物分享庭园 可惜啊 是个好番茄 别动那些树啊 嘿嘿 哈哈